小禎 你們人妻聚在一起 好像不是抱怨小孩 就是抱怨老公 對啊 因為我那天就是在一個餐店 也是看到一堆人妻在那邊聊天 然後其中一個人妻就說 你們知道嗎 婚前什麼事情都是我老公在做 就婚後洗衣 煮飯 拖地 掃地 然後帶小孩 全部都是我 通通都是我 所以你說這不值得抱怨嗎 很值得 不過話說回來 這應該是一個新手人妻對吧 好像是 因為像我們這種老鳥 已經連念都不想念了 真的 那一天她抱怨完以後 其中就有一個人妻 看起來就經驗老道 她就說 我上次跟我老公去日本的時候 然後行李都是還在髒我 她老公還在那邊旁邊數落書 她帶那麼多東西 多東西幹嘛 對不對 像我帶一個小包包 多輕鬆 多方便 她一聽到以後 馬上東西放下來 你說得很對 日本什麼東西都有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需要什麼 再去買就好了對不對 她老公一天要花她的錢 趕快就自己慢慢整理 知道要花她的錢就知道了 對 各位觀眾朋友 人妻的聚會是家庭幸福的來源 還是亂源呢 我跟你講 不讓我們抱怨我們更慘 亂得 對